可以指導一下我們 我想問一下 例如立法會你們投票的時候 例如你可以投票棄權、贊成和反對 但我個人覺得棄權 你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很難會棄權 棄權好像你完全沒有意見 其實香港立法會會議規程 有些奇怪 其實棄權在立法會等同反對 民主黨經常棄權 棄權有時是知太多實際 棄權在法律上等同反對 因為立法會數票是這樣數的 立法會數票是計出席的人數 譬如你50個人出席 通過的法案要出席的人數多於一半支持 才可以通過的 譬如你那個議案有50個人出席 但是有25個贊成 有25個棄權沒有人反對 那個議案都通過不了的 這麼奇怪的 所以在立法會上很多時候 那些人投棄權是一個姿態 不想反對 但是法律上那個棄權是等同反對 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投棄權 什麼情況下他們投這個反對 很多時候像我所說 是政治姿態的表露 因為實際上你投棄權 法律上是等同反對 因為如果你不出席 你就連這個出席人數的一半 你都比不上去 但是你出席了大棄權票 就是令到我出席了 令到人數增加了 令到要得到的贊成票的票數 所以我就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那一次有一個財政預算的處理 七個共亂的 今年這個好像是4月那段期間 我和旭文是最後離開會議 聽不投票的 因為當時就基於政府申請 製造財政額外的部分 一大堆民主黨的人就投棄權 有些坐在那裡又不投票 只是投棄權 就是剛剛單一兩票 就不夠那個支持票 而財政預算的部分是被否決 那次我想民主派的人自己都 就是想玩但是玩到出火 他們可能是完全沒有意圖 是否決那部分 那次引起了幾大的會響 因為歷史上第一次 因為可能他們以前又沒有表態 說會棄權或者是反對 否則政府會動員了保養黨來護航呢 因為當初政府絕對沒有預計 民主派會有這麼多人棄權 或者是沒有支持的 所以這個是香港一個很奇怪的特性 因為在外國很多地方 或者在議事程序上 那個通過一般是贊成和反對 對比 是不計棄權的 但是香港的議事規則是很奇怪的 其實可不可以 譬如會修改法例 改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 那要改基本法 那就是難很多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三分之二的 哦 基本法困難 要這個 人大常委會 要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 再加上香港區的人大代表通過 不是人大 那個程序就是 如果要修改某些東西 就是這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首提出 這樣就 再這個 香港的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 然後就報請這個 中央 中央 人大常委會 五部曲 是一個很 間距的 沒有什麼可能的事情 除非中央 就是想 我想問 我想問 OK 剛才我都說了我是高斤仔 有個問題想問 柳主席 可能你也知道我想問 就是因為上一次 風也少少的時候 你說過一些說話 就得罪了高斤仔 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害怕 因為那時候 七一之後 人民力量和高斤仔的關係都會變好了 但是經過老師說 收購了之後 便變差了 你會怕 日後的發展 或者是你自己做主席這個位置 或者是有些不好之類的事情 我想這樣 其實這件事基本上 和人民力量整個政治 這個政治團體 整體的理念 或者我們最關注的事項 或者香港最大 值得關注的事項 基本上是無關的 這是一個私人的收購 只不過參與其中的人士 可能人民力量的關係 比較親民 主要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就是 我不覺得我自己的看法 在任何場合 是會代表人民力量的 但是反過來 任何人 知不支持人民力量 可以是任何理由的 可以是任何理由 包括我對某件事的看法 包括好營量高燈這個事情的看法 如果因為這個理由 而不支持人民力量 可能我會感覺到不幸 但是如果這件事是無損 我們人力量差 即所謂政治綱領 或者是對於香港事務 最關注的議題 是沒有任何衝突 或者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的話 我想人們不會太過 在這件事上 會有任何的表現 甚至我自己 也不覺得這件事 是一定要很特別去回應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任何人 例如出街說 我不喜歡吃牛肉 喜歡吃牛肉的人 就會說 我不投理了 如果這樣的話 一個政治團體會 對於這樣 即這件事不關乎 我們最關注 或者最基本 或者最核心的理念 這些問題的討論 都要回答 或者要去表達一些很強烈的意見 或者對於支持度 是否上升下降 而去有一個很正面 或者很特別的回應 那不是一個有理念 或者我們這個政治團體 是應該會持的一個南場 所以我可以說的就是這麼多 我補充一點 我想任何政治團體 很多時都出現一個組織的立場 和個人某些人士的意見問題 任何組織都很多時候 有糾紛或矛盾的存著 一涉及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當然很多時候 人和組織很多時候是分不開的 但是有時候 也都會有人和組織之間的不同意見的存著 但是一涉及到 你說組織的問題 組織有組織的綱領 組織有組織的立場 有時候就不可以將個別 一些所謂領導人 或者一些個別代表的個人的意見 就和組織成為一個絕對的對等 當然是有互惠關係 所以我也呼籲一些朋友 有時候看某些問題的時候 要分清楚哪些是個人的問題 哪些是組織的問題 比如過去選舉 我自己從政那麼多年 參與那麼多團體 有時候有些人選舉 大革我是支持你 我不是支持民主黨的 就算我在社會民營的年代 人們都說大革有什麼搞錯 和憶文長摩在那裡瘋 你慢慢做事多好 我支持你 投票是投你 不是投社會民營的 就是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但有些人是投黨不投入 什麼都有的 所以當然那個投票的意向是個別人士 但是組織和個人之間 逢親搞政治組織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那類問題 是永遠糾纏不清的 當然你問我來說 逢親涉及到一個重要的選舉 當然那個大是大非 就是重要的個人某些言論同理 或者和你的所代表的團體 有不同的意見 我記得在世民營年代我們和紫藤的關係很緊密 我們幫紫藤發聲和政府說很多話 有些人士對我們很不滿 怎麼搞的你們議員和團體一起 所以都是那句 團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 但很多時適合投票的意向 每個人有自己的選取 謝謝 剛才劉主席說到 香港的民主和中國的民主是涉及相關 我想有人會反對 我知道你現在在香港爭取民主 但其實香港有民主很視乎中國有民主 我看不到在短期內 中國的民主會有任何改變 所以我想問 你當時已經提及過 但我不知道你作為一個主席 當然你是對身上去 可能未必有這樣的計劃 但我不知道你在長遠的看法 你會不會將遍地開花這個地字 包括神州大地 其實如果長遠來說 當然是希望 因為我自己都希望神州大地會有民主 但就算我局限 我只是希望香港有民主 正如你所說 或者我自己所相信 香港民主很決定中國的民主 所以遍地開花絕對是希望 可以包括神州大地 問題是 人們第一個是剛剛成立的組織 第二就是 所謂要串連 或者是希望可以和國內的 做所謂的編地開花行動 或者遍地開花行動 有一定的串連 不是那麼容易 甚至也不是我們暫時能力 可以所及的東西 但我始終相信一件事 其實香港即使到現時為止 就經常說不重要 有北京有上海 但香港始終在整個中國大陸裡面 它那個移民自由的程度 遠遠超過其他地區 包括澳門在內 而且香港對於資訊的發放 包括國內對國外的資訊發放 或者國外對國內的資訊發放 或者國外透過給國內 所以即是出口轉內銷 給國外 然後又轉回國內的資訊發放 其實仍然香港是一個最關鍵的地點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香港這個地區 可以譬如在爭取民主的運動 做多debug 譬如所謂的編地開花行動 或者對自由 或者對民主的爭取 如果這個聲音可以帶出來 而且夠強烈的話 我相信國內想爭取民主的朋友 都會這樣受到 這就是香港的獨特性 所以如果在短期來說 我們一定的重點 或者我們所及的地方 必定在香港 可以爭取民主 或者做一些活動 但香港自己深信 我們做過任何事情 包括譬如七一遊行 這種抗爭的運動 包圍立法會 或者之後 或者其他 我們明天可能會有抗議 李克強、訪訪的運動 都會能夠在某些途徑上 傳入到中國大陸那邊 而中國大陸的市民 其實 我所知的雖然很皮毛 但是我聽回來 或者在網上 聽到 甚至民情的掌握 都會覺得 其實他們是很關注 一直都很關注 香港的所謂民主 或者抗爭運動 所以 只要我們這裡做得好 或者我相信 怎樣都會影響到 至於它這麼長遠 全中國大陸遍地開花 如果我們做到的 我相信人民力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任務 其實我們定這個遍地開花 是沒有國界的 不單是香港 都不是神州大陸 這個遍地開花的意思是 即是有人民的地方 是一個力量的遍地開花 所以這個是沒有國界 沒有地域的規定 不規限